低薪导致年轻人不敢结婚生小孩 就是担心生得起养不起 根据统计 目前就读幼儿园的小朋友当中 只有三成能够抽到公立的幼稚园 其他七成必须多砸钱念私立学校 为了解决年轻人问题 蔡政府打算赶快落实承诺过的 扩大托育公共化政策 预计四年后也就是109年 要让幼儿入园从5成8提升到6成 小朋友念公幼的比例 也希望能够从三成提高到4成 但是不少上班族妈咪 直呼这个比例还是太少 恐怕解决不了问题 职业妇女上班忙忙忙 下班还得兼顾家庭 蜡烛两头烧比例有够高 根据主计处统计 全台已婚女性就业比例43.96% 其中超过6成7的上班族妈妈 育有三岁以下幼儿 6成4有6岁以下子女 小孩托育成了一大难题 我额满了 我们刚刚就已经额满了 早起抢公佑名额却碰壁 这样的总径年年上演 但要是念私立 低薪动涨时代 就算双新家庭也很吃紧 平均六个月的学费 一个月大概大概12000到15000左右 还不寒吃喝 尿不浅其实都还不算 对那你如果两个的话 说过要替年轻人解决问题 这让蔡政府加紧脚步 兑现扩大托育公共化这张支票 我们期待在109年 我们的计划推四年的时候 那两岁到五岁幼儿入园率 可以提高到60% 简单来说 目前幼儿园入园率5成8 但念公佑比例只有三成 其他七成都得读私立 而蔡政府要推的就是希望109年 入园率能提升到六成 公佑比例增加到四成 打算四年内增加900个班级 这项计划预计砸60亿经费 改善年轻人低薪不敢生的问题 那加减都有帮助吧 这个几率也是很低 也不会想要再那个考虑 因为你如果等到抽不到 才要去石油的话 他们那边名额也有限 有的分配不是很均匀的话 其实大家还是会把那个 所谓要把户头牵到那里去 这个事情还是不可避免会发生 你还一样还是会发生 某些地方大家有起破头 那某些地方其实 还是没有设立这些东西 民众的新鲜 政府听见了吗 公共托语不足问题存在已久 尽管还有许多配套才能完整 但总算是跨出改善的第一步 欢迎新闻林季祥010台北采访报道